众所周知,近年来很多港台艺人来大陆发展捞金,比如最近参加爸爸去哪儿的陈小春,还有最近和杨幂搭戏的赵又廷等,而王祖兰也是近年来大陆发展的非常不错的一个艺人。王祖兰生于1980年,是香港英皇娱乐旗下的一名艺人,和陈伟霆同属一家公司。 2012年,王祖兰因参加湖南卫视明星模仿秀大赏赛,摆遍大咖秀而在大陆走红,其多变搞笑的模仿能力非常受到观众的喜爱。 但是王祖兰身上非常让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他和李亚男的婚姻。李亚男生于1984年,加拿大华裔,两人在年龄上差距不大,但是在身高上,差距就尴尬了。 李亚男是模特加选秀小姐出身,两人的身高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资料显示,王祖兰的官方身高是163厘米,而李亚男的官方身高是175厘米。 但是之前在摆遍大咖秀舞台上,曾有大神得出王祖兰真实身高为158厘米左右,而一人在身高方面掺水分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看看两人结婚时的身高对比就知道差距多大。 那158的王祖兰为何能娶到175的李亚男呢?根据李亚男自己的表述,首先王祖兰很幽默,能逗人开心。 再就是王祖兰很贴心,非常会照顾人。所以王祖兰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,因此能得到李亚男的心。 不过Angeli Bobby之前在一次采访中不小心说出了一个尴尬的真相。记者问Angeli Bobby,看到王祖兰和李亚男的婚姻这么幸福,你是不是觉得男生身高真的不重要? 不料Angeli Bobby却回答说,有钱就可以啊。这就让人猜疑是不是王祖兰会挣钱,所以李亚男才会嫁给他呢。 而之前网上还有爆料说,因为李亚男的父亲做生意失败欠下千万倔债,李亚男为帮父亲还债,所以才答应王祖兰的求婚。 在之前李亚男一直拒绝王祖兰的求婚,而且其家里人也不同意,但是不知道传言的真实性。 不过如今两人看起来似乎过得很开心,也很幸福,所以不管曾经怎样,幸福就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